天啊 小心姐 天啊 這個地方我怎麼走過去啊 阿嬤這個地方我怎麼走過去 我翻 媽媽要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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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跟阿嬤有三個人進去 為什麼 再放兩個人進去 這真的是太扯了啦 阿嬤跟著阿嬤一路往山上衝 卻沒有半點路 全都是只有動物會走的獸勁 前面的路況依舊不明 我們也只好傻傻的 跟著阿嬤向前走 而且路況真的是越來越差了 基底圍毆啊 不要進來 OK 我們再遠遠的看 阿嬤 應有了阿嬤要過去 要吃那個山豬了 台灣的命 正在台東出現一個 全台罕見的女獵人 她力大無窮 比男人還猛 聽說她的獵術精湛 讓當地軍民處理到不少 破壞農州的動物 啊 到底她有同樣呢 跟著我一起去看看吧 走 話說這位女獵人 是台東地區的傳奇人物 她不僅是唯一的女性獵人 捕殺過的山豬更是不盡其數 欸 這個民宅 有沒有 聽說女獵人就在裡面 但是我感受不到 任何的疏殺之氣 就是一個很普通的民宅 感覺上 等一下 等一下 可以進來嗎 等一下 等一下是不是 嘿 你好 你好 嘿 你好大姐 對…大姐我想找一下那個 請問一下你們這邊有一個女獵人 女獵人是哪一位 是我啊 你 對啊 你是阿嬤了吧 阿祖啦 阿祖 阿祖你是女獵人 對啊 怎麼可能 你看不出來是女獵人啊 但是沒有 等一下等一下 來看一下看一下 哇塞 等一下等一下 這裡 哇這裡也太多了吧 阿嬤 對不起對不起 我現在有一點點嚇到 因為觀眾朋友應該也對我 為我眼前所看到這些東西嚇到 這個是骨頭 大家不要害怕 它不是人骨頭 人骨頭的話我第一個就落跑了 它不是人骨頭 所以阿嬤 這個是動物對不對 對對對 你一個阿嬤 你去殺那麼多動物 這都你弄了嗎 對啊 你看 你看 這麼近 這個就是都是狗抓的啦 這是狗啊 這是狗啊 沒有 狗抓的 對啊 我才跟著狗後面啊 跟著狗後面喔 那這是什麼動物 這個山豬就是 它破壞我們種的東西 這是山豬喔 山豬牙 山豬的牙齒 對 所以你為什麼打山豬 你剛說是為什麼 因為它去破壞了什麼 它吃那個種的東西 稻穀啊 稻穀 它把你們的農作物弄爛掉了 什麼都吃啊 在台東東河山區 山豬數量非常多 有時獨自行動 有時成群下山 如挖土雞般的 將農民辛苦栽種的作物 給破壞殆盡 才讓阿嬤決定要挺身而出 處理農民心頭之痕 因此它更是農民的守護神 阿嬤 裡面你捕獲最大的山豬 大概有多大 那個最大的就是 有多大 兩百三 兩百三 你是在講公斤嗎 台金 兩百三台金 大概比起來有多大 這樣啊 這麼長啊 這麼長啊 這麼大喔 對啦也是 要四個人排啊 不請那個男人 隨便拿一個骨頭 你看它比我臉還要大 最大的沒有拿來 它比我臉還要大的 對不對 所以這些都是山豬的牙齒 對 那阿嬤 我跟著你去獵山豬 可以嗎 今天會有山豬嗎 這裡附近的山豬量很大嗎 今天應該會有 我本來就是要出去 要去打類 今天下雨 你多久打一次 你耶 要看時間 有空就去 有空就去 一出去一定有山豬嗎 有啊 有時候會啊 下雨很容易遇到豬 很容易遇到豬 有人打電話給我說 我們這邊有豬 都吃我們種的東西 種那個雞子 他說 打電話給我 我會過去 會打到豬 所以你還是 還分那個肉給他 分肉給他喔 所以你是為民除害耶 對不對 你等於是有人是說 打電話來叫我說 我這邊有虎頭風 你幫我弄下虎頭風 阿嬤你的工作 是負責幫別人弄掉山豬 六十歲的阿嬤 自小看著長輩們上山打獵 在耳濡目染之下 也養成了一身好獵劑 更在三十二歲那年 決定不為性別的局限 從此舉起長矛當獵人 小媽我走闖台灣這麼多年 去過無數個原住民部落 還是第一次見到女獵人 更沒有想到會是一位年長的阿嬤 究竟她正如傳說中那麼厲害嗎 阿嬤說 昨天鄰居通報 有山豬破壞竹筍員 想要看她打獵嗎 一起上山就知道了 來 阿嬤 現在我要跟你去 上山去獵山豬 對 你的工具呢 介紹一下 這邊啊 對 翻刀耶 這是翻刀 這個是你自己磨的嗎 自己磨啊 自己磨喔 不然水要幫忙自己磨 真的喔 要去上山去磨了 這一根是什麼 這一根也是要吃山豬的 這個要吃山豬 這個要吃山豬 這個感覺好可怕喔 這個要吃山豬 幹嘛要帶兩把刀 這個吃就好了啊 那一隻如果是一道很兇的山豬 它會給我拉走 給它吃的時候 它就給我拿氣啊 這個會磨掉啊 會磨掉啊 會磨掉啊 然後你就要用另外一把刀 我再用這一隻 拿起來 用這一隻 是用刺的還是 也是再給它泡這樣啊 這個工具感覺上是有沒有 像我們當兵的時候 前劍塵塵 有沒有刺槍樹 有了這個呢 感覺上第一個 有一個距離可以保護自己 第二個呢這個下去的時候 一定比你手刺的來的用力 對不對 對啊 真的喔 好 所以你這一把武器 應該已經有不少的野豬 掛在這一隻武器上面吧 一刀那個大隻的 它會咬這個刀這邊會斷 150斤的 它有時候會咬啊 這個是甜耶 對啊 有時候它會咬咬斷啊 有很老的山豬 我給它刺喔 給它刺 有時候這邊都會斷 山豬 因為我聽說山豬是很硬的嘛 它的皮膚很硬嘛 對 給它吃下去不容易喔 給它吃的時候 吃這邊會斷 我覺得聽起來好可怕喔 好 那我問你 你帶兩把刀 應該算是這個 算是如果說有一把不行 的話再換第二把 那你帶米也是 米也是這個 獵三豬的工具嗎 這個是我家裡要用 要吃的啦 我就放在車上啊 等一下就拿下來 對 我好自然喔 但是聽說你年輕的時候 力大如牛喔 你年輕人還可以啦 現在老了我不知道耶 你以前可以背幾包 兩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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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公斤耶 你再老了 來看看 你看三十公斤也是這樣 阿嬤你今年幾歲 六十 六十多 六十多歲 各位 三十公斤的我的媽呀 三十公斤很重耶 好重喔 好像背一個小孩子 而且是很重的小孩子 你可以兩包嗎 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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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一點 上面一點 各位 她是獵人阿嬤 沒有錯 我真的不行耶 阿嬤來… 我看你這樣太辛苦了 等一下 來 你另外一包來看看 來看看 真的 等一下 幫我補助 幫我補助 真的 我的腳受不了了 等一下 蝦米啦 快點往前 Oh my god 一包米就讓人重心不穩 兩包米則是完全無法附和 看阿嬤站得不動如山的模樣 這下子臉真的是丟大了啊 哎呀 教她一聲超級阿嬤是一點也不為過啊 打獵 代孫 打理家務 通通一把招 你這狗會不會咬咬人 不會啦 牠是要跟你去獵山豬的嗎 對啊 阿嬤怎麼會 你從哪裡弄來那麼多狗 就是人家丟掉的 游浪狗 游浪狗 那個狗喔 看到在路邊很瘦 很瘦 牠都沒有毛的 人家都丟掉 我就看到很可憐 我就把牠抓回來給牠找 妳現在總共有幾隻狗 有20隻 20隻 因為這個地方 就足以讓牠們跑來跑去啦 對 牠們平常的工作是你的夥伴嗎 是你獵山豬的夥伴嗎 對 那每一隻都有天性會獵山豬嗎 對啊 還是妳要訓練 沒有啦 我就跟著牠們啊 我吃山豬就跟我啊 那牠們就知道妳要去獵山豬喔 對啊 阿嬤說今天的天氣非常適合上山打山豬 因為下過雨之後呢 山豬特別喜歡出來走動 而且濕染泥土上的腳印 更好判別山豬是否剛才經過 因此在整庄之後呢 我們立即出發 而阿嬤車才發動 狗兒們就像飛箭一樣衝了出去 難道山豬就來前面 欸 山豬會不會衝過來啊 別鬧了 這個怎麼過去 有啦 牠要走那邊好了 大姐妳怎麼判斷有山豬 是走在叫是不是 牠們在跑啊 現在這樣叫是在跟妳的狗叫 還是跟山豬 我跟狗叫牠去抓 妳右眼睛肉眼看 妳可不可以看得出山豬在哪裡 牠會不會有走過的路徑 會會 剛才牠是在那邊挖土 剛才在那邊挖土 對 牠們都一直找啊 牠們一直找 現在有發現啊 來了來了 回來一隻回來一隻 牠是不是來叫妳 這個我的寶貝 這裡的寶貝喔 對 牠來叫妳是不是 對 沒有啊 阿嬤蝦是什麼 是什麼東西 阿嬤蝦 是兔子嗎 我是兔子嗎 給媽媽講 哇 這個這句話 我剛才這些我是要上字啦 不然的話大家不知道牠們在講什麼 阿嬤蝦剛發出那個 嗯嗯那個聲音耶 好像想讓妳趕快過去耶 對 牠就是叫我過去耶 現在就是要聽那個聲音 如果下來我就快點跑過去 好 那妳平常怎麼叫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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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遠 很遠 我聽得到 有聽得到對不對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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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本來是沒有聲音的 突然間阿嬤一叫的時候 狗就開始跟著叫 來來來來來來來 可怕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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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切真的來得太快 才剛下車阿嬤的狗兒 就已經像發狂似的往前衝 而且原本溫柔的阿嬤 眼神也變得嚴肅而犀利 阿嬤說狗群當中 會有一隻負責帶頭找 其他跟著追 找到目標之後 負責傳列的狗就會過來通知牠 但是奇怪的是 本來狗群會將山豬趕下山 但卻遲遲沒有動靜 因此我們只好自己步行上山 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邊很不好走 這邊很不好走 小心 天哪 你小心姐 天哪 這邊我怎麼走過去阿 阿嬤這邊我怎麼走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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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翻 媽媽要去的 蛤 媽媽要去的 好 這真的太扯了啦 跟著阿嬤一路往山上衝 卻沒有半點路 全都是只有動物會走的獸勁 前面的路況呢依舊不明 我們也只好傻傻的 跟著阿嬤向前走 而且路況真的是越來越差了 肌底圍毆啊 我要上來 OK OK 我們再遠遠的看 阿嬤 應有了阿嬤 要過去 要刺那個山豬了 等一下 真的是這麼多 天啊 這一點都不好玩 你不知道喔 一點都不好玩 現在的山豬就在我的腳前 這個差不多有70多 獵人的工具呢 把這山豬給一刺的時候呢 有 阿嬤你刺的位置就是他心臟的位置嗎 對 是嗎 對啊 一刀就倒了 一刀就倒了 對 這樣才是心臟 最困難的是我們剛剛怎麼上山的 剛剛畫面當中可以看得到我們是如 真的是 太可怕的山路了 中間還有非常多有吃的植物 我們非常非常的難上山 然後二三十隻狗在那邊一直飛 又怕山豬跑掉 阿嬤67歲要加緊腳步呢 趕快趕上 因為他是個獵手 他是個獵人 這個臉他到底沒丟啊 果然阿嬤你今天真的沒丟臉 哇你好棒 目睹這一切其實心中非常的不仁 但是一想到能夠為當地農民除害 讓大家得以維持生計 也就釋懷一些了 這個太大了 哇塞 天啊 你們都走過來 我這是第一次看到原住民 地的山豬之後是這樣飛的 不要拉 這真的是一個 原住民的真的生態 就這樣綁著那個豬的腳 然後這樣背小孩一樣 就把牠背下去 67歲的阿嬤 各位我真的 I'm sorry 我沒有辦法 因為這邊的地形 我沒有辦法走 然後這邊所有的那個藤蔓 那些都是有荊棘 都是有刺的 我真的是 不知道怎麼背牠下去 哇 愛好的這個獵人阿嬤 我現在對牠非常的驚揚 面對如此險惡陡峭的地形 我們光是自己走下山 就覺得非常的吃力 根本就不敢想 如果身上再背一隻山豬 會是什麼樣的情形 在城市裡 我們能夠輕鬆自在 燒了山 才是真正的考驗 我們平地人 真的是遠不如原住民的敏捷 無法替67歲的阿嬤分擔重擔 讓我是慚愧不已啊 我到一隻山豬 我們大豐收了 準備回去吃真正真正我們阿密死 原住民的山豬了 原住民的山豬 在歷經三個小時的奮戰之後 我們終於從極為惡劣的地形 回到較平坦的路面 心中的壓力也放下了不少 疲倦感卻也瞬間的引出 阿嬤說 因為已經有了一點年紀 若不是山豬一再進到村中 破壞了居民的生計 牠也不會想要這麼辛苦的 冒著生命危險上山打獵 為此近年來 牠想到了一個非常好的辦法 可以輕鬆誘捕野豬 阿嬤 阿嬤 妳怎麼把豬關在裡面 這是妳買來的豬還是野豬 不是野豬 是買的 買的喔 買回來的小豬 這個豬就是母的 妳買母豬 包含著妳要幹嘛 對啊 就是牠在花勤的時候 牠就那個山豬 那個公都會跑過來 牠聞到牠的味道 因為我年紀大了 想一想 我養這個母豬也很好 牠會去把那個山豬公的 引過來 牠會怪那個公的山豬會下來 下來要把母豬 因為發情 發情 然後妳就人 就在這附近 就可以抓到公的山豬 我來養豬的時候 那個寡婦跟我 等於是像獵人設陷阱一樣 但是妳拿真正的母豬 變成一個幼兒 以異代勞 我最近就是在這個附近抓隊的 會打獵的女人已經非常稀少 能夠用腦袋獵部的女人 我想絕對是超級罕見 阿嬤說這招守豬帶豬 當初只是靈光乍現的點子 沒想到一試之下還真的有效 讓牠大大減少滿山追逐的機會 也降低了許多危險 獵完山豬沒多久 又要去獵野牛 牛比豬還危險百倍耶 阿嬤 野牛在哪裡 在那邊 野牛不會很可怕嗎 這應該比抓山豬還可怕吧 野牛在哪裡 喂 不要到了 阿嬤 這是蝸牛 什麼野牛 野牛啊 我們人住民都是講野牛 卡達渣 什麼卡達渣 卡達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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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你們的野牛喔 野牛啊 妳撿這個來幹嘛 我們人住民就是 講這個就是野牛 卡達渣 等一下這個可以吃嗎 可以啊 其實說實在也是 法式田螺也是 也是蝸牛啊 對不對 來… 但是這是一般的 這是什麼樣的種類的螺 就是蝸牛 黑色的 黑色的蝸牛 就是黑牛嘛 黑牛 黑牛耶 也是啦 這真的是野牛耶 法式田螺料理 上千元 阿嬤的蝸牛大餐免費 在山上只要下彎大魚 地上就跑出一堆蝸牛 讓阿妹族人呢 就撿回家處理 做成一道美味的野牛大餐 阿嬤說 因為她想吃我們吃 原住民流水席 所以還有一些食材要找喔 阿嬤 好 大自然就是我們原住民的 厚廚房對不對 你現在要帶我來西裡面找什麼 可以吃的嗎 可以吃的 什麼東西 螃蟹 螃蟹喔 對 原住民講 阿嬤 阿嬤怎麼抓它 螃蟹怎麼抓 眼睛看到就抓 把石頭翻起來就看到了 來 來 有了白色的 有了白色的 來 抓起來 哪裡 真的耶 白色的你看 會不會咬人 會啊 會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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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給它 哎呀 哎呀 底下還有 我現在手裡面有一個螃蟹 是白色的 我現在手裡面有一個螃蟹 還有一個阿嬤 阿嬤 阿嬤 這什麼東西 阿嬤 這什麼螺 這什麼螺 這不是吃阿嬤 阿嬤 這是要到時候要炒來吃是不是 對 哎唷 跟它燒酒的那樣喔 這裡一定很多 石頭給它翻起來就有螃蟹了 那到時候來看 阿嬤 阿嬤 這什麼東西 阿嬤 阿嬤 哇好大一隻喔 這個是螃蟹喔 紅色的 妳就故意想要咬我 妳阿嬤 妳很皮 欸阿嬤 妳就故意想要咬我 好了好了 一隻咬我 一隻咬我 來 兩隻 兩隻 馬嬤 馬嬤 沒想到在這小小的溪流裡 居然暗藏蓬勃生機 只要隨意翻開腳邊的石頭 都會有收穫 靠著對於大自然的熟悉 跟遠離污染 深深不息的環境 難怪原住民只要帶上一把刀跟鹽巴 就可以在山上生活幾個星期 對牠們來說一點都不困難 這樣的生活是城市人 渴望而不可求的 這個帶子蝦多噴 還誇張 各位 怎麼會有蝦子 你看看 怎麼會有蝦子 怎麼會有蝦子 真的咧 牠走路咧 走路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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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抓 我抓喔 這隻牠走路 這隻走路 走路 喔 蝦子咧 真的有蝦子 聽你講 我們這個海裡什麼都有 不到半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就收穫滿滿滿 有可愛的小螃蟹 美味的西蝦跟螺 再加上山豬肉 一想到就要流口水啦 但是阿嬤說 原住民的燕客料理 還要有一味才不失禮 大姐 妳說要找什麼 找什麼野味食材 這個黃藤啊 什麼東西 哪裡 黃藤藤心啊 這個 哇 這個長得好可怕喔 這裡有很多刺耶 對啊 哇 各位 它這個刺是 哇 這個刺 這刺有毒嗎 沒有毒啦 這個 沒有毒喔 這要怎麼吃 吃哪裡 這樣啊 這邊要剝啊 要剝是不是 嗯 所以妳們是吃這個黃藤裡面的 裡面的東西吧 裡面的那個嫩的 唉唷 唉唷 剛講到就刺到了啦 唉唷 妳看妳看妳看 妳不會戴手套喔 不會 不會喔 看得出來大姐齁 這樣很嫩的 馬上跟著它 你看到嗎 阿密使原住民馬上就有這個野味的流水席了 這個就是藤條就對了 這個藤條就是要 帶回家打妳的娃娃 藤條 藤條 妳的娃娃 娃娃 打娃娃 你看娃娃是用來疼的用對不對 這個不要對待 我的感受不定化 我也可以用這個打 不說很多人還不認得 眼前這全身帶刺的傢伙 甚至許多人求學時期 最痛恨的藤條 既可食用又可教訓孩子 可以說是送禮只有兩箱一樣 我的 不可以隨便打人 吃裡面的 妳把它剖開我吃吃看 可以生吃嗎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 可以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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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好 吃這個生的黃藤啊 好可憐喔 我的呢 我的呢 你的呢 我拗一半給你 我的那麼老喔 這還有嫩嫩老 你的那麼老 那麼老的喔 就這樣吃啊 就這樣吃 真的 我就太老了 你看 這個你們平常怎麼吃 來 我再拗一半年輕的給你 你看 這個年輕的 年輕的給你 就拗了就拗了 你這個那麼老 好好好 好可憐喔 我不要 我要吃年輕 為什麼不要 來 吃年輕的喔 好吃喔 好脆喔 很脆也好吃 這個很 這個很像他們那種檳榔心 好苦耶 不會啊 很苦耶 稍微甜點 真的很苦 不要相信這個阿嬤 你相信我 我是主持人 我不能說話很苦 好吃耶 吃起來相當甘苦的黃騰青 可是阿妹族款待兵客的野菜佳肴 據說料理過後呢 更是美味無比呢 不過奇怪了 阿嬤說要請我們吃流水席 可是說到流水席沒有幾十桌 起碼也要擺上滿滿的一桌菜啊 在這荒郊燕裡裡 哪有可能呢 你不是說要帶我去吃飯桌 對啊 這也太誇張了吧 你們在溪裡面耶 沒關係這樣 這樣比較涼快是不是 這邊有順便吃溪香 順便洗手啊 順便洗手 吃一吃洗手 跟著我們阿嬤一把刀 可以吃到這個我們原住民的野味版的 這個才是真正的原住民的野菜 野菜喔 對 吃虛蝦 殼可以直接吃嗎 可以啊 這個虛蝦好甜 真的很好吃 而且你看到去之後 你整段身體的殼 是可以直接吃的 因為剛才還在跑啊 馬上炒就比較好吃 真的耶 黃騰 吃看看好吃 吃看看好吃喔 味道如何 還可以喔 還可以喔 還是有一個... 很辣嗎 不辣... 還是有一個苦苦的味道 但我覺得苦甘苦甘的 好 醬好嗎 回甘回甘 而且沾了一點這個沙拉醬 特別好吃 蝸牛 這像我們在炒螺肉一樣 好脆喔 好吃喔 好吃喔 而且呢 很大一顆喔 超大顆的耶 好 大得好 今天為了這一位喔 這是我們今天 剛才抓的 剛才抓的 山豬肉的那個肉啊 硬 山豬的本來是 山豬肉很難吃啊 但是呢 你越咬越來勁 好吃 原住民的生活 如果被大自然脫離的話 就不是原住民 好了 對不對 太好了 是不是又發現山豬肉 蛤 蛤 今天一整天 更拍可愛的阿嬤 讓我深深感受到 原住民女人樂觀的天性 以及吃苦耐勞的強韌個性 讓我打從心裡十分的尊敬 台東東河的傳奇女藝人 果然名不虛傳 世界之大 無奇不猶 世界之大 富爾莫薩五花八門 跟著我的腳步 給你超無想像的 台灣 天爺 天爺 既然 3 10 3 4 4 17 6 1